第四十三节 第八内在感官 空间 前情摘要 觉知显像层的伪装画面有几种不同的方法 一 直接利用伪装层中的角色我的伪装外在感知 去感知伪装层的信息 二 去观察内在世界投射层中 有待投射的景象信息 三 直接读取有待形成投射的意识流信息 四 关键要形成意识流的意识蓝图 可能会有人质疑 外在投影是颠倒过来的 那为什么我们看见的都是直立的呢 其实这是后期 因眼睛再观察形成了二次小孔倒影 我们世界的像都是大头朝下倒立着的 从地心呈放射线散开 宇宙大爆炸说 本身是线性时间认知的因果论产物 我们都知道第五维空间里没有线性时间 在由高维投影形成的低维层像中 那些被我们串联起来的线索 让我们自己一厢情愿地把现有证据 逻辑累积与理性推理成了和事实没有任何关系的科学猜想 我们所谓的可观察宇宙 只是众多宇宙炮中的一个 而宇宙炮内又形成了众多的频率层面 每一个层面上拥有无数个同频实相单位 每个单位中包含无数平行展开的 不同可能性数状多维矩阵 每个矩阵里是不同选择分支的多元可能性集合 这些集合里有某一条分支 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所谓的实相 我们可观察的宇宙空间并没有再扩张 因为这空间本身就是被虚拟出来的 但可能性的质押在不断地舒展开 在连锁反应下构成无尽的演化 很多休息灵觉很久的人 却抱怨自己无法有效地 和自己的高我取得直接的联系 那问题出在哪里了呢 当有意识的自我渴望得到信息 而外在自我全权掌控时 那么信息是从外在感知搜寻来的 当外在自我为留神之计 被要求提供信息时 潜意识往往就透过使用内在感知来传递信息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就是在那个时刻 他从自己的潜意识中询问了所需的信息 而潜意识也不受阻碍地提供了信息 所以在不使用外在感知的前提下 你才能收获内在信息 当某些已经学会的内在纪律被自由发挥时 他就可以透过看似不控制这些动作 而成功地控制它们 这种感觉就像一个没有经验的跳水员 站在高板上的感觉 最好的方法就是放开并一跃而入 这样的经验你会获得 但都不是用意志可以让它发生的 在这些方面使用自我会阻碍其进展 关键在于无所期待 你越用力专注地去聆听 你看似平静的头脑就越在高速地运作着 阻碍潜意识的信息流入进来 并被感受到 当自我成为一个纯粹的观察者 而非控制者 并且暂时终止其刻板的判断 那么内在的直接经验就会得到一些自由 但自我仍然意识到它 当自我完全或几乎完全被征服时 就像在睡眠中一样 那么就有可能收获到 透过内在感知传递过来的直接经验 但如果你去理性地分析那些信息 或尝试记忆它们 就会因你的逻辑脑被启动 而又一次消失掉 直接的内在经验经常中断 并很少持续 原因就是自我在接收的同时 几乎立刻就开始对内容形成分析 理性逻辑的评断会钳制住它 你的审视让你一无所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